23岁的李文青针线传销 拒谷合作 被传销人员合谋派死 大二的女生林华荣 针线传销组织 逆亡在了一条小河里 天津 国南 河匪 山东 安徽 西安 温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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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 江苏传销 传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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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传销 江苏传线 江苏传门 江苏传销 江苏传销 DB 看过我视频的朋友都知道 前段时间是发了一期 关于深入到传销窝点视频 然后发布了以后 大量的粉丝和网友来给我留言 全部是关于他们自己讲述 自己的经历 或者是他们所了解的情况 你看特别多 说实话 我真的没有想到 有这么多的朋友会被骗 还有很多朋友也希望我可以帮助他们 我今天要做一期 关于传销的深入调查 我们就好好看一看 为什么传销的危害性这么大 会有这么多人去上当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吧 那我在记录现实 先了解传销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传销是指组织者发展人员 通过被发展人员 以及直接或者间接发展人数 或者是业绩为计算赋予的报酬 或者是要求被发展人员 以交纳一定费用为条件 取得加入资格等方式 来获得财富的违法行为 首先已经定义了是违法行为 在我们这个查找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也发现了 其实传销的种类也是蛮多的 按照大的这个派系来分的话 分成两个派系啊 就是南派传销和北派传销 南派传销呢 是以南宁为中心 连锁经营 纯资本运作的模式 自愿为主 不限制人身自由啊 这个简单来说 就是以精神上的洗脑啊 从而达到控制你的目的 北派传销呢 相对来说 是针对一些年龄比较小的人 层次比较低 一般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居多 他们主要采取的方式 就是从肉体上先控制你啊 你不听话就打 就骂 没收你的一切个人物品 突然达到精神上的控制 南派传销和北派传销 分别为温和型和暴力型两种 但是最终的目的都是一样的 就是对受骗人员进行人身控制 消磨他们的意志 直到精神的完全控制啊 所以是特别恐怖的一个事 我现在上过这个网站是反传销网啊 现在有专门的网站是在做这个工作的 你说现在国家这么大的力度 在整顿和治理这个事儿 然后这帮人还顶风作案 还有这么多人去商量 这里面的诱惑到底有多大 这个危害性真的是很强 视频哪样啊 因为整理的 不像我 太惨了 太累了 他们就是说 好行业啊 来具自由的行业 可以做可以不做是吧 然后我就不做 他们就是三个人打我 就实际上打我 我怎么打了 不要吃个面啊 不要笑啊 如果男的女的 哭哭就是打 不听话就打 他在 他不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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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骗过去的 只要不听话就打 抛头发硬脚踹的嘛 就讲师嘛 就给你讲课 对 就给你洗脑 可是有些人知识不如你 长相不如你 口才也不如你 能力也不如你 就是比你赚钱多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做先机 你做 长命 就这样 总有一天 自己 会恨风风光的自己 建议你的口门啊 相信 都知道 相信自己是吧 相信自己的 谢谢好办 我一定要在网络里面 弄出成绩 我再回家 我要我等没 回去 到早上我帮我妈妈 因为我现在不能回家 我回家干嘛 我没连回家 是不是 我网络没做出来 我怎么都不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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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那个什么 把他们这些套物看看 能不能总结总结 然后多熟点 各种类型了 汇总啊 抓紧 哥 咱后台里面留言里面 有一个 他说他从就是在 传交图事里面干过一段 我跟他简单了 就是沟通了一下 他现在在哪儿 他现在回来了 他现在已经脱离开这个事情了 他女文工现在能不能让他出来啊 跟我们讲一讲 他说他原来配合我们 你再跟他联系 谢谢 好 那我先联系联系 对对对 今天也特别感谢你 不用客气 我已经做好了 我准备了 我觉得应该说说 让工队的人知道这个事情 行行行 那咱就直接进正题吧 到底是怎么操作 你能就跟我们讲讲吗 大部分人吧 现在都从事一种 可以让人一夜暴富的资本运作 资本运作也被称为商务商会运作 连锁经营销售 阳光工程 用传销组织的话说 就是做行业 我们当时那个模式就是交六万九千万万 可以收到一千零四十万左右的货报 交纳六万九千八百元的汇费后 返还一万九千元 通过发展下限从中收取提成 每发展一人可以拿到六千六百一十二元提成 比如说我现在就是一个新人嘛 我是怎么加入进去呢 先跟你讲一个大概吧 就是刚开始他们会以旅游的名义 让你免费旅游一般是一天的时间 看上去特别正古 有导游啊 大辣车啊 就直观上看 就跟一个正常旅游团没有区别 就是一样的 对对 看到看不出来 这其实有很多都不传销内部的人 现在北关还没成为 中国西部开发的 大家想想张志连接的深圳 你看他下个人 这个游在中央 但是你来到百关这个地方 就给你 那十四个桂圆水 代表着咱们今天北关一个 十四个沿海城市的一个开发建设 交代于是旅游洗脑 他们做这个目的就不是为了啥 把你先留下来 你看我们的那个团是三四十人嘛 一般旅游结束之后 大概能剩下一段半 最少最少也得二十人 还有我的钱吗 就这么厉害吗 嗯 对 然后呢 第二步就是迅速嘛 去一些小区啊或者是酒店 里边住的人 大部分都是团色的人 他们会带着你去各家户户走动 每天就带我出去和别人聊天 每天就无数个六万九千大住的银行 有同一个账户 让它甚至严重违法的资源 能创作为止 但他们为什么就不管 就国家特别材料他们就不管 什么下不能跟英雅活着呀 是吧 因为我理财的 就这么些 挣的钱 其实我们招商引擎 代表资金成立的一小户户 他们就告诉你就是一下 一国 利盟 利益 利益 三亿工程 来这第一件处就是租房子 嗯 最后每天就有温饱问题 粮油 咱们还是按四十万人来算 就按每天每人消费二十块钱 都说 2.40亿这是预约的 那么当地的老百姓能力有钱 当地的经济能发展 就是让你知道这是一件好事吗 问题就是让你拉人 去往这带人吗 我们一般是一个人发展三个下线 然后三个人发展九个人 这个好像我现在网上看过去 五级三接还是什么的 对对对 五级三接这是指 每人只能发展三人 由一变三 三变九 九变二十七 当达到二十九人下线后 那就可以出局 从而拿到上千万的回报 传销组织说 这叫江山轮流坐 目的是打造中产阶级 如果有一些复内新闻出来的话 他们这些传销人员会做 这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一种行为 是允许有千万人一单的传销 不允许更多的传销 国家的政策 不理的来 就算要有最知识的能够他们的传销 这个模式也许是跟传销当年的模式 是这样的 但是今天这个要看谁在传销 是不是 是 个人的话就是传销 就是国家宏观调控的 第一项服务官 合法 紫尼尔 你最近流向 流向完一个星期你就完蛋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不打你 不骂你 不卖产品 我不限制你人身自由 就完全和 环统意义上 那个理解的传销就不一样 对 他们反而告诉你 那样子就是传销 哦 那接下来最后一个就是 最主要的就是 一家人 嗯 就跟前面一样了 现在就是不限制 就又开始旅游 完了又串门什么这些 不限制 就这一套 嗯 我今天能够坐在这里 说实话我真的非常感谢我的父母 嗯 他们就是想尽了各种方法 把我拉出来 所以我想把我的经历分享给大家 就是只要是让你掏钱 这种行为 你一定要是三思而后心 为什么会洗脑会洗出那个样子 有一些人进传销 他可能是因为社会经验少 这个是另当别论的 另一部分 他本身就是那种比较偏扯的人格 他们很容易被别人催眠 开始可能你是不明就里看到了 他们给你画的那个柄进来了 嗯 但是你跟着这帮人去骗人的时候 逐渐了解了这个传销的套路 还不出来的话 在心理学上 我们称为一个人质情节 又叫做斯德格尔摩情节 嗯 有了这个情节的人 他可能会成为对方的一种帮凶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就让他自己跳出来 离开这个传销 我觉得是很难的一个过程 刚刚我们还提到了一个就是花大饼了 对 一个月你就月输入千万或者百万这种了 对 但实际肯定是大家是拿不到这个钱 甚至你都看不到的 当然 那为什么还愿意去相信呢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 一个人一旦进入了一种特定的情景博士之后 我们称为激情状态 嗯 他就看不到对他不利的那些因素了 他只是盯着他那个目标了 就是我知道这个里面一定有问题 我也是在骗人 但是为了达到那个目标 以及步步的友情亲情等等各种社会关系 我觉得这部分人之所以能进入到传销组织 首先他的平时的人际关系是不好的 因为传销组织是极度接纳他们的 只要你拿钱来 无论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对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 他会获得强烈的归属感 这种归属感就是很难打破的 必须要靠外力 如果说我们现在身边有朋友或者是家人 在这个过程当中嘛 嗯 我们怎么能让这些人得到一些改变呢 最重要的应该是转变环境 最好的建议就是报警了 这个这个一旦你有家人啊 有朋友进入传言组织 这都是在提醒我们 就是他的一个人际关系出问题了已经 家人应该加大对他们的关注度 帮助他们 把它带入到我们真实的生活场景当中 嗯 我们都要有社会契约精神 你身边的每个朋友出现问题 我们都有责任 我相信通过我今天的视频 大家对传销的危害已经不言而喻了 最后给大家几个小小的建议啊 第一个就是 凡是说小投入高回报的事 我们一定要长个心眼 大家一定要留意留意再留意 第二点呢 凡是发展下线的转身就走 保证是没有错的啊 第三点啊 现在这种新型传销 杀伤力是最大的啊 无论他怎么说的天花乱坠 就一个字 走 还有一点想重点强调一下 在网上我们也看到很多实例啊 这个不是致残就是致死的 面对这种危机的情况 咱们首先要保持清醒前提下 一定要克制一定要理性啊 先扶着 我觉得生命是最重要的 让自己先有机会再寻求帮助啊 这样的话悲剧就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成眼了 天上没有掉线点了 如果有的话 那也一定是个陷阱 如果现在看我视频的朋友 您的身边就有人正在经历这样的事情 甚至说你现在已经进入到这样的组 如果有机会能看到的话 赶快回头 一切悬崖勒马都来得及 最后还是希望今天看我视频的朋友 大家可以启动手把这个视频转发出去 说不定你动动手指头就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 也感谢一路一直以来支持我们的人啊 大家继续关注古惑仔啊 古惑仔的全评加上数字66 由你们元气来买 打开微信点击通讯录 然后点击右上角图标 添加朋友 输入古惑仔全评加数字66 即可关注我们啦 进入公众号后 点击下方聊天见面 输入关键词 例如王者荣耀 点击发送 即可观看王者荣耀完整版 不同关键词会有不同的精彩视频哦 详情请关注我们的微信推送啦